位在美轮高尔夫球场对面 中美10街的花联美轮福德庙 经过一年多的重建 上午9点举办神明入伙安座仪式 而主委蔡登顺表示 美轮福德庙民国77年签一致限旨 直到一年多前才由管委会决定再次重建 而期间来自各界的协助 以及四方善男信女的支持 才让这座福德庙得以顺利兴建 甚为感恩 花联美轮福德庙举办神明入伙安座仪式 前来参加的信众相当的多 还包括帝光说的以及民意代表都到场致议 有行政院东半副执行长国英议 花联先政府北区副主任张志华 地位副根据防控室主任蔡瑞彰 花联市长魏家宴 花联先议员魏家贤 谢国龙吴东升 花联市民代表副主席黄达翔 市民代表长班法 民政领长林志鹏 民政领长许敬寅等信众共同来参加安座盛事 77年 77年代港务局要扣建工程 所以必须用到我们居民所住的一些港区用地 所以被扣千村 千村因为当时经位有县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公有地 就是现有的土地来建了一个减弱的一个土地公庙 经过三十几年因为屋顶老旧落水 当时是违章建筑也没办法申请店 所以店却用隔壁的邻居申请用户 就这样子造成很大的困扰 后来人家土地要卖 我们的店就没办法再继续使用 因此经过委员会开会讨论通过必须重建 重建的就募集资金募集资金 然后展开重建的工作 但是重建的过程非常艰辛 因为我们的土地像国有餐厅买了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是国有土地 所以国有土地要兴建的必须要他同意才可以兴建 然后在申请建造的过程当中 国有餐厅的反对我们兴建 因为我们当时的庙夸坐两块 一块私有地一块工有地 所以他不同意 那经过我们后来讨论之后 在新闻给国有餐厅局 跟他讲 我们会在国有餐厅的土地放额之内来兴建 不会超越国有餐厅的土地 花莲美伦福德庙并且在114年8月7号动土 即可众人资历完成兴建 更加宏伟庄严 福音灵树 多化民俗 狂振人心 求福得福 带动人节与地灵 缔造花莲兴旺 整个过活按作仪式过程庄严隆重 前市长为家贤还特别执政 福德掌造的贬额给庙方 祈求福德政省能够庇佑乡里 也欢迎各界信众 力领三项祈福 接着教订阅华丝华丝老